我叫程璐 一个坚持不放弃的天仙女孩 喜欢旅游 喜欢交朋友 善于沟通 善于微笑 在生活中 我是一个乐观积极 热情开朗的姑娘 在工作中 我又是一个特别严谨 特别尽职尽得的老师 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 我希望用自己最大的努力 去完成每一个挑战 遇见更勇敢的自己 程璐女27岁江苏人 法国图鲁兹高等商业学院硕士 市场营销和传播专业 大家好 我叫程璐 20岁之前 我觉得自己的人生 就像一杯白开水 索然无味 20岁之后的某一天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开窍了 于是我就把自己所有的梦想 一条一条写在了本子上 并且坚信只要努力 就一定能够让梦想成真 我出过国 留过学 在国内做过古增老师 在国外开过古增培训班 也曾经一个人走了欧洲的许多国家和城市 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 我希望寻求一份与市场营销相关类的工作 或者各位老板认为我合适的工作 谢谢大家 20岁之后有很多想法 一条一条写在本子上 已经实现了多少条 比如说就是跳 就是滑翔伞 滑翔伞 然后还有比如说小时候看过一篇文章 就是叫金色 我也那大厅 然后我也去听了那个音乐会 还有什么梦想 比如说去支教 这是我马上后面要讲的一件事情 做了吗 支教做了吗 对 我现在正在支教 在哪 在云南省昭通市巧家县 三河村一个非常非常偏僻的地方 就是我过来用了两天 有多贫穷 就是可能房很多人是土胚房 就是还是那种茅草屋 你怎么会想到去支教呢 我想去自己去体验一下那种生活 并且能够把自己的一些东西能够给孩子 你收获了什么 坚强 像陈璐这样这个留过学去过大城市 然后生活条件还不错 却自发的要去支教的女生 这还算是不多 这点还是值得佩服 那你在国外的这些费用是谁帮你出的 国外的学费是爸爸妈妈给的 然后生活费全部都是我自己挣的 你在挣什么钱呢 拿什么挣呢 我做了两件事情 什么事 第一件事情是做代购 奢侈品 然后还有护肤品 我都做 用什么样的方式做代购呢 我做的是微信 然后微信的话 我做了两个微信 一个微信有五千多人 一个微信是三千多人 我是在国外 我有买手 就他们帮我买 然后我只是负责营销 只是负责微信营销 国内会有人帮我去分发东西 都是你的小团伙 就是朋友都是 你挣多少钱代购 我觉得自己每个月应该能挣到三四万块钱 那这个事挺好的嘛 那这个事你为什么不继续做下去呢 因为我要支教 他还在国外开古征培训班是吧 对 教老外 有 古征培训班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那个一千欧左右吧 一千欧 那你的招生来源怎么就招生呢 我当时在那个问卷网上面做了一张单子 我就把这些单子 就是发在群里面发 然后找朋友去发 就我想调查一下 第一个 大家对什么样的课程比较感兴趣 第二个 大家对金钱 就是多少钱一节课 他觉得合适 因为国内市场跟国外市场是不一样的 后来根据这个调查问卷 我做出了两点东西 第一个呢 就是我设置了一下课程 第二个就是把那个学费给设计出来了 大家挺有想法的 还做调查问卷 你今天来求实 第一项岗位是什么 市场营销 市场营销 对的 要求薪资不低于多少 底薪 七千块钱 那个有地域的限制吗 希望是南京 然后呢 就别的城市我也可以考虑 来 第一轮选择 去后来 还有十一盏 尖声 我有台 好 听谷征 弹什么曲子 弹一首《渔州畅晚》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为什么喜欢弹鼓针呢 那个时候 小时候还蛮喜欢 我觉得弹鼓针呢 女孩比较有气质 然后就是感觉的比较鲜 大家闺秀 来 今天应聘的职位是市场运营类 对 有没有相关问题 来 杨诗童 刚才像你做支教也要寻求有意义 如果你又想又有意思又有乐趣 我现在随意拿个产品 比如说家庭的急救包 这也是要照顾好每一个家庭 每一个防护 这个健康防护 如果这样一个产品准备开始由你来操作的话 你觉得这个产品战略怎么去做会好 怎么去 先不说是商品和用品 先你产品的话 你觉得怎么去切入别人的需求 每个家都需要费的 然后就是在非常着急的时候需要用 所以说这个每个家人员都需要费 我说句实话 因为我从来没有进过公司 然后我也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培训 我学的东西呢 可能又不扎实 然后他考了我一个什么 那个急救包该如何去卖给别人 考了我这样一个应急问题 当时我没有回答出来 这个在测试什么呢 就是做市场营销 你首先是从产品开始的 然后你一定要去密切关注是那个需求 而不只是那个产品 那那个需求中间从家庭的切入 最直接的两个软肋 一个是老人 一个是孩子 就这些呢 你就要说你的方向跟思考 就能够看得出来 你是不是能有做市场营销的特质 我是觉得他完全是小白 对对对 我确实是的 就是没有做过任何市场营销 其实我不太同意 因为女性营销人员和男生是不一样的 就是女生相对来讲 就是在思维上面可能更加窄化 女性要选择一个营销岗位 其实他完全可以窄化成一个 他只做自己喜欢的产品的营销 他可以完全不懂其他方面的营销的 并不是说我们可以做A产品的营销 就一定意味着necessary 那请问他的硕士学了些什么呢 硕士也可以窄化成 就是照了照片 然后去跳了伞 并不是一个人经历了硕士的教育 那如果一个人做了博士的教育 他可以上枝宇宙 下枝地壳下面的了 其实那个marketing的理论 也都在发展 什么都是动态的 也不是说石头 这就是唯一的一套理论 还有 我觉得杨石头 用户到产品到定线 就是理论太多 其实实践是非常奇怪 我同意 你看我做一个 刚才你那个 你连4P基础的都不够 我觉得在我的老板 未必每一个人 我的学校 我是本科没上完 而且我学的专业是中医 根本跟我现在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 我一点都用不上 那我也可以做企业 他其实到目前为止 他也不做作 会就是会 不会就是不会 我觉得 首先选择 对于一个90年的小女孩来说 腰缺也不过6K而已 我觉得都可以重新培养 只要他的这些品质都有 我愿意花时间培养 那我来问个通俗的问题 刚才说你偏向于市场的工作 你倒是偏向这个产品营销呢 自在企业当中可是个花钱的事 你要花钱去营销 而偏向于客户拓展 也就是去销售 去卖产品 我想先 我现在一直在做的 可能就是推广 就是卖产品 OK 了解 像杨老师刚才说的 就是我在市场里面 其实我是真的是小白 完全不懂 就我也没有进过公司上过班 然后我以自己一个 很低的姿态进去 就是我希望能够学习 程罗 你好 其实你一开始 应该介绍一下 你留学的学校 这个法国的 吐鲁兽这个高等商学院 是欧洲非常著名的商学院之一 培养了很多五百强的CEO 你都没有介绍是吗 其实你有很耀眼的这种学历 然后前面那些支教 也是很不错的经历 你唯一欠缺的可能就是在职场上 这些历练 在上学的时候有很多经商的经验 这对于一个学生 一个留学生来说 也是一个宝贵的财富 你怎么能把这些 就是放在后面 而不不事先讲出来呢 这对于他们 对你的选择很重要 你是那种安安静静 绽放的女孩 挺好的 就是安安静静 站在你身后的那种女生 也有不错的 你看你在法国还教古征 把法国人的那种优雅 和我们东方这种典雅 能够绘在一起 我觉得你应该 淋漓尽致地发散一下 你再给自己拉拉票吧 好吗 是这样子 就是刚才庞老师讲的特别对 就是我就是一个很内秀的 你都快哭出来了 不是 我觉得他好感动 就是因为庞老师 就是从来就是一直都是 庞老师一直温暖人心的 你知道吗 杀人要诛心的 庞老师的眼光和话语 能够随时杀死你 就夸我吗 对 我真的觉得庞老师 就讲的那段话 就是特别好 我就是这样一个人 就是我不会 一下子就是特别诈呼地 把所有东西都放出来 不张扬 然后我就是一个特别内敛 并且特别好学的人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因为要在 我现在还在支教 我是可能是七月底才能到岗 这三四个的时间呢 我可以继续学习 然后大家如果 就是老板觉得 我需要提高的地方 这段时间我可以继续学习 完了之后 我到岗的时候 我希望给大家呈现更好的自己 就是你支教这事 如果你回去 比如说还有两三个月嘛 有什么需要 我们提供赞助和帮助的 你也可以私下来跟我说 行 好嘞 好 谢谢大家 来 第二轮选择 水火流 还有十盏灯 来 我们知道他们推荐的职位是什么 市场的专员 古方红堂为你提供的岗位呢 是古方红堂天猫旗舰店的运营 多点给到你的职位 是在多点期下的互联网广告平台 多点广告的市场专员 我给你的职位就是 梅婆的运营专员 火星市场教育可以提供的岗位啊 是我们市场营销的策划和产品设计岗位 智利芳就是一个品牌营销公司 把你放到产品组 是最合适的 在南京的公司呢 可以给你提供一个市场专员的这个岗位 刚好可以在你的家乡 个如云能给到你的岗位 应该是在我们南京的分站 去做针对餐饮商家的市场推广的一个专员的岗位 那我这边提供的岗位是市场运营专员 电商平台的京东的运营专员 来 十盏灭八盏流两盏 你好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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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百合网上看是一直看着 对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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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儿谢谢你 看看还漏了谁啊 黄儿 她又回去了 谢谢黄儿 谢谢黄儿 哇 我的天哪 这差太远了 一万二的六千呢 对这样的薪酬还满意吗 满意 那边满意吗 不满意 要她加吗 要 要加多少 这样子 加到八千 八千 这么容易就放过她 你加吗 我都干完了 让你加到八千 你就真加到八千 你也一点都不客气 好 你还可以问一个问题 就是我在这段时间 我该提高我哪方面的东西 然后能够为公司带来更大的效益 你希望这几个月当中 对对对 它再加强哪方面 对 我觉得它这方面 在这段时间内 它应该去 第一是上一下我们的网站 看一下我们的产品 然后我们也会提供很多资料给你 然后呢 先了解产品是最重要的 对你这个阶段来讲 最重要的是先打地基 然后再去跟着主管去掌见识 来 把另外十盏灯亮起来 有没有薪资超过于一万 多少 你说多少 我不是那个 你不加钱是吗 你不加钱 我只觉得一万二不合理 因为我看人 我是用BOSS的眼光看人 不是用这个 人力资源专家的眼光看人 有些人啊 就算他有很多学历 很多专业 学了很多东西 他没有悟性和灵性啊 他可能三年也达不到 人家有悟性三个月的这个效果 那你说悟性是他代购 比别人做代购做的好吗 我觉得他刚才所表现的东西 很多点啊 第一他做代购的方法 他解论呢 他代购比别人做代购做的好吗 中国有那么多做代购的人 有些都不要图鲁斯高商毕业 我觉得可以啊 忘记我客观讲一下 就成路他在代购里面 使用的这个方法 其实很一般 就很一般 我刚才讲了一件事 从他的表现来讲 和事实来讲 确实没有什么亮点 对 其实你刚才看 我刚才说的时候 我说他的亮点不是这个 你听见了吗 我刚才跟他说 这个职位的亮点的时候 我看中的是他教育的过程 他做培训的这个经历 他做了 他培训五年的古征经历 他有一个做老师的潜质 这个更恐怖了 我记住 因为我们做教育 我们就是做教育产品的 他刚才做教育中 要是有一点点亮点 我也认 你看出什么亮点了 咱们做教育这么多年 都十几年了 他在做教育里边 在教育里边做的是更差的 还不如丹工 最后我们听庞百艳想说说 谁给什么价格 第一 人企业有着支付能力 二一个 老板选人 为什么和我煤茶不一样 他就看准这个人了 他看的是什么 是一个高潜人材的潜质 什么是高潜人材 我给您普及一下 然后你再嚷嚷 第一 认知理性 二 行动高效 三 人际友善 四 情绪抗压 我认为 他至少可以打60到80分 为什么 他也就是一个 刚毕业的一个硕士生 我们不要那么苛求 这是要干嘛呀 人企业看上一个人 你有选择放弃的权利 但是你没有道理 用你的价值观阻挠别人 去选择正确的选择 那我问一下庞百艳 如果是你觉得 这个一万二这个价格 是偏高呢 还是怎么样 一万二这个价格 可能是稍微高了一点 如果你给多少钱 从HLR的角度 我可能会给8K到10K 8K到10K 你也觉得稍微有点偏高 但是我觉得没毛病 对没毛病 我支持王总的做法 对吧 这就OK了 我们给庞百艳 鼓掌好不好 给毛一声言 谢谢王总 好 来 10秒钟做出最后的选择 火星时代 智力方 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你的选择是 火星时代 我觉得我的专业知识 肯定要再去提高 因为我是长小白 我也自己承认 我一直做的事情 跟我自己的专业 市场营销 没有我们太大的关系 所以呢 我希望未来 就是好好的去从事这一块 然后去提升证捷 谢谢